來看一下上一次上課的一些相關重點 首先上個禮拜比較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的話就是講到有關Request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裡面會搭配一個方法叫.get的方法 這個方法主要就是抓網路上面的資料 如果說你今天要抓網路資料 基本上用Request其實已經夠用 有點像模擬一個瀏覽器去抓取網路上資料 當然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去抓取CSV為主 那CSV的話基本上在網路上用到的機會會相對是比較高的 主要原因應該是跟...我想跟Excel其實蠻有關 因為它這個CSV的話 直接就可以用Excel直接來開啟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它的編碼方式如果是UTL8的話 那可能開起來會是亂嘛 那我上個禮拜有講到 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 把CSV用記事本開啟之後 那另存新檔的話 把它看一下那個編碼的地方 把它改成AMSI 那這樣Excel開就沒問題 另外的話呢其實我們上個禮拜重點就是 安裝套件 不過這個因為我預設的那個環境 Python384其實裡面已經有裝了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安裝 那如果你需要再裝其他的相關套件的話 基本上第一個一樣需要先找到你的那個套件的位置 比如說我這台電腦是放在低疊底下的Python384 那如果說我要安裝的話呢 再找到scripts 裡面的話 上面點一下打一個cmd OK 那主要這個安裝的部分 目前因為它沒有 還沒有比較方便的工具可以讓你做安裝 所以還是需要透過那個就是下語法的方法 所以按一個Enter 然後在上面打一個那個PIP 空一個install 後面的話加上那個套件名稱 那它就會自動幫我們把那個套件給安裝 在我們的那個這個Python的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將來呢只要用那個input request 那就可以把那個request引用進來 那主要是針對那些沒有安裝在電腦裡面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模組 所以如果假設你將來執行會看到no module name的這個 那你才需要安裝 但如果沒有這個訊息的話那就不用了 那安裝的方式的話 第一當然就是輸入這個 PIP install request就可以了 那理論上是就這樣子安裝 那其他的話你只要 假設你要安裝其他的套件的話 那主要就是把那個request改成那個套件的名稱 那我上個星期有提到就是說在那個Python的官網上 它有提供三十幾萬個套件 安裝的方式都一樣 而且裡面有一些相關的 相關的範例 還有一些說明 也就是說其實我是覺得Python 它主要這個好用的地方 其實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去使用它所提供給你的套件 ok 那當然你也需要會安裝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還是要再多多練習 那另外的話上個星期我們有講到像一些相關的範例 包含就是說我們有講到這個公有零售市場 那這邊有一個下載的CSV 我們把它下載 這個網址在這裡 或者你從開放資料裡面也可以找得到 那另外有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request預設是UTF8 所以如果說假如說你的編碼 像這個編碼方式它應該有可能是用以色有存的 那如果用以色有另存成CSV的話 可能就會是什麼呢 就是記事本裡面顯示是ANSI 但是request裡面就是要用CP950 ok 那如果你是UTF8 這個encoding編碼方式就不需要特別說明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就可以把資料抓下來了 大體上是上個禮拜講到 另外上個禮拜還有講到有關那個把資料 讀取下來之後再寫到資料庫裡面 當然這個部分就再結合上上個禮拜的資料庫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如何把資料新增到資料庫 這個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再回頭看一下 那個新增資料庫的部分 因為我們課程其實是緩緩相扣的 那如果說你可以把所有的相關這些步驟都熟悉的話 我想還有啦 我相關也有提供那個就是程式在雲端白板上 那你們也可以拿來當套件 比如說像新增資料庫有範本 其實我主要也是建議各位剛開始可以用修改範本的方式 然後主要是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再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這個步驟啦 我想其實會用到的機會還蠻高的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會 可能每天經常去抓某一些網站的資料 那當然一般當然你不可能說 處理完之後這個資料不儲存 通常會先抓下來之後 放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請各位 有時間的話再看 那因為我們後面 今天其實 要再繼續講後面 稍微可能再更進階的相關部分 所以上個禮拜有講到CSV之外 也有講到這個Jason Jason的話又更困難 那Jason的話這個J主要是什麼 他是Java OK 也就是說他主要是把它當一個物件 一個等於是物件的型態 那我們上個禮拜有舉了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其實並 相對是比較不好理解 不過我們大概掌握幾個要訣 也許就慢慢可以清楚 主要是什麼 在這個開放資料裡面 我們是找那個 所謂的行政院環保署的網站上 當然它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直接從政府的開放資料 一個是從那個行政院環保署的網站上 那基本上我也許我們就從 我看了一下兩邊好像 從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進入 好像會比較容易找到我們要的連結 為什麼 因為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它提供兩種型態的資料 一個是Json一個是CSV 一個是CSV 如果我去抓CSV可能比較簡單 可是我們假設 我希望能夠更上一層樓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邊找這個Json 當然我們要練習的部分 主要是什麼 把這個資料 從它的官網上面 把它抓到我們的電腦裡面 OK 第一個可以把它顯示出來 當然通常如果要寫到資料庫的話 最好是先讓它變成一個串列 如果變成串列的型態 那你再配合Insert into就會比較簡單 所以第一個 如何把它變成串列 那這邊的話 有一些可能的一些小技巧跟各位說明 因為其實Json不好處理 而且網路上面 你們Google的相關答案 有時候我是覺得也太複雜了一些些 那我這邊提供一些比較簡單的一些處理方式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知道Json放在網路上哪個位置 那你可以看到檢視資料裡面 這邊就告訴你 我們的位置在這裡 資料下載的網址就在這裡 所以呢我只要把這個資料下載網址後面這一段 網址怎麼樣 放在那個request.get後面的那個字串 它就可以幫我抓到了 第二個稍微看一下編碼方式 SVUT的辦法 4的話呢 那就不需要再多加一個 什麼html.encoding cp950的 那那個部分就不需要 那再來的話 它總共幾個欄位 1 2 3 4 5個欄位 那首先的話 你們可以點選這個網址 把它點擊 那你會發現它會跳另外一個網頁 那也就是說它告訴你說 它放在那個網路上面的這個Json格式 基本上就長這樣 也就是說它一定是大瓜糊開頭 那當然最後尾巴一定是大瓜糊結束 然後再來它的型態一定 它的型態一定是一個KEY 前面是KEY吧 貓號後面就VALUE 所以它一定是KEY 一個KEY 一個VALUE 然後豆點 那一個KEY 一個VALUE 然後豆點 那這裡的話呢 當然它的結構 我們可以分析啦 不過 這個相對你會發現 哇這個資料有點稍微 比較混亂 所以以後呢 假設遇到像這樣的Json格式 我是建議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把這一個資料 把它全選 Ctrl A Ctrl C 我建議可以把它貼到一個網址 這邊底下 我好像有給各位 應該是在 Json這個地方 這個應該是在第十 十二頁 往下捲動 十三頁的地方 這邊會有個格式化工具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裡面 其實主要我們要找的關鍵 其實就是 第一個外面是大瓜糊 第二個的話要找到 我們要找到的那個KEY在哪裡 有點像一個鑰匙 這個資料裡面就 這個主要就是recode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recode 你可以把這個工具打開來 那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剛剛這個資料 全選複製之後 把它怎麼樣 貼到 這一個 叫什麼 Json Edit Online 這個 其實就是線上的編輯器 把它貼上之後 那這個線上編輯器有個好處 就是說 它貼上的時候 它會幫你格式化 尤其是最重要的功能在這裡 這個叫Format 那這個Format的好處就是 它會讓你本來看起來 就是有點全部串在一起 讓你馬上可以看到它的結構 這個有第三個按鈕 那你會發現 它的結構一定是一個大瓜糊 所以將來我們可以用那個 Json.Lows 把這個大瓜糊給漏到我們的程式裡面 然後再去找到我們要的資料 在哪裡 你可以往下找 基本上的話 往下找 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它的結構基本上就是一個recode 所以我只要get這個recode 就可以get這個recode後面的資料 那它是一個中瓜糊 表示說recode裡面放的是一個串列 那這個串列裡面又有很多的字典 ok 你會發現這個字典裡面一定是什麼 key value key value 那所謂的key的話 基本上前面的資料 通常我們指的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那後面的話指的就是它的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主要 藍位名稱 我們其實可以自己自己產生 那主要要抓到後面的東西叫value 那很多個叫values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有這相關的訊息之後的話 那待會我們其實就可以把那個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ok 所以請各位呢 試著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稍微重點回顧一下 然後呢再接著看一下 就是說第12頁的這個地方 那我把畫面呢先還給各位喔 因爲